文文天下漫画世界史 继玛里之后称霸西非的是宋嘉义 他先后有两个王朝 索尼王朝和阿斯基亚王朝 这两个王朝的国君被称为索尼和阿斯基亚 我们知道在古代几乎每个国家的国君都有自己特殊的称号 比如说古埃及叫法老 古罗马与日耳曼人叫凯撒 俄国叫沙 我们汉语意为沙皇 日本叫天皇等等 就是一个国家由于朝代不同 有时国君的称号也不一样 拿我们中国来说 上古称帝 周朝称王 秦朝还是称皇帝 而我们刚刚说的索尼和阿斯基亚 也都是国君的称号 只是他不为我们所熟知而已罢了 话不多说 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索尼王朝和阿斯基亚王朝的故事吧 索尼王朝的建立者是阿里和塞尔玛两兄弟 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在自己的祖国被玛里灭亡之后 作为人质在玛里首都度过的 这兄弟俩非常机灵 表面上十分顺从甚至帮助玛里国王去打仗 加上他们俩相貌英俊武艺高强 玛里国王很喜欢他们 因此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看广 公元1337年 玛里历史上最杰出的国王穆萨去世了 国内发生混乱 兄弟俩乘机偷偷地逃回了故乡 他们召集起松嘉义的男子发动光辅祖国的战争 最终夺回了故都赶走了侵略者 重新建国以后先有哥哥做国王 后来有弟弟继位 兄弟俩都加上了索尼的尊号 从此松嘉义的国君就叫索尼 这两兄弟建立的王朝就叫索尼王朝 索尼王朝的第十九代国君名叫索尼阿里 他于1468年打败了玛里王国 成为西非的霸主 疆土做了明显的扩大 至于阿斯基亚王朝 他的建立者名叫穆罕默德 这个穆罕默德并不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穆罕默德 而是非洲黑种人穆斯林 他原来是索尼王朝军队的总指挥 那么他是怎么样当上国君的呢 事情是这样的 1492年索尼国王去世 第二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天晚上 在松嘉义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的营帐里 灯火辉煌 军官们聚集在一起开怀痛饮 但是营帐四周却布满了武装的士兵 气氛十分紧张 突然一个青年文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一直奔到穆罕默德的面前 轻轻地向他耳语 军官们都紧张地注视着他 直接穆罕默德点了点头 这个青年文官马上站在营帐中间 大声地说 去年死去的那个国王原来是个异教徒 他在进攻马里的时候 杀了那里许多穆斯林 他是有罪的 刚才我去见新国王 要他贬择他的父亲 索尼的老国王为异教徒 可是他拒绝了 可见 这个新国王也是异教徒 军官们听我 立即骚动起来 现在 我向真主启示 为了维护我们伊斯兰教的纯洁 我们要发动圣战 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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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军官们在高呼 可是一部分军官一声不响 真主保佑 青年文官又高声地说 让穆罕默德总司令做我们的统帅 去杀死那些异教徒 军官们一起喊道 原来不作声的一些军官 看看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 也只好随身复合 于是军队袭击了国王的王宫 穆罕默德夺得了宋嘉义的政权 索尼王朝灭亡了 穆罕默德做了国王以后 宣布自己被阿斯基亚 阿斯基亚原来是索尼国王给他的封号 现在却成为了国王的名称了 从此 宋嘉义新王朝的国王 世世代代都叫阿斯基亚 人们就把他称为阿斯基亚王朝 阿斯基亚王朝所处的时期 是宋嘉义王国最强大的时期 他最后吞并了马里王国的全部领土 这个王朝又是宋嘉义文化最发达的时期 穆罕默德聘请了许多从西班牙来的 阿拉伯学者 作家和艺术大师 把加奥和亭布课图两个城市 建设成为非洲著名的文化教育中心 在亭布课图还办起了文明世界的 桑克尔大学 那里的图书馆也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文文天下漫画去解释 公元1056年 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即位了 那时他刚刚六岁 在当时天主教主教的受职权 实际上操纵在国王手里 而罗马教廷对此意志不满 后来教廷趁着国王年幼无知 便提出教会独立 反对主教由国王授权 仅削弱国王的权力 1073年 新当选的教皇格列高丽七世 在斥令中明确提出 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 不仅有权任免主教 而且可以废除君主 审判和惩罚国君 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审判教皇 这个时候 亨利四世已经二十三岁了 他当然不能忍受教皇 对他权力的限制 于是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075年 亨利四世不顾教皇的斥令 委派了许多空缺的主教 教皇得知后 写信威胁亨利四世 要他立即忏悔 并且向他做出书面报告 亨利四世不服气 于1076年1月召开宗教会议 宣布废除教皇 一个月后 教皇也在一次宗教会议上宣布 剥夺亨利四世的国王权力 并且将他开除除教 教皇的这一处置 对亨利四世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蓄意反对亨利四世的公侯和高级教师 于1076年10月做出决议 亨利四世应该暂时放弃国王的权力 宣布效忠教皇 并且必须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赦罪令 否则废除王位 同时呢 决议于第二年2月 在德意志中部的奥格斯堡举行会议 请教皇出席 共同裁判亨利四世 在这种情况下 亨利四世已经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被迫签署了服从教皇权力的保证书 表示愿意对自己的严重罪行做惨悔 不久他有获悉啊 教皇已经从罗马启程北上 到达了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卡诺沙城堡 等候德意志公侯派来迎户的军队 前去参加裁判他的会议 亨利四世意识到 这一次自己非得当面向教皇屈服不可 因此 他除下国王的仪式 换上普通的服装 只带了少数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 赶到卡诺沙城堡 准备当面向教皇祈求宽恕 1077年1月下旬 亨利四世一行人赶到了卡诺沙城堡 在进入城堡之前 他跳下马来 脱下郁寒的皮帽和靴子 把一条忏悔罪人用的毡毯披在身上 冒着风雪 晚步走进城堡 来到教皇的府地门前 当时啊 罗马教会对逐出教会 或违反教规的人 允许他们举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忏悔仪式 来赎取自己的罪过 其时间又长达几年的 比如有的赤足鹿顶 在教堂门前向所有入堂的教师挨肯 请他们带给祈祷 有的以仗字机 或由忏悔师代机 以三千仗第一年的忏悔 有的则付圣地朝拜 或者捐纳巨款分子 一直到教会满意他的忏悔 亨利四世为了表示自己真诚忏悔 直接向教皇挨肯 第一天过去了 尽管亨利四世整天站在雪地里痛哭流涕 哀求教皇赦免罪过 可是连教皇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第二第三天也是这样 直到第四天 有许多教士为他的真诚忏悔感动 一再为他向教皇带气 教皇才勉强传见他 教皇格列高里七世 今年57岁 是个一直坚强 手段独辣的人 当选教皇前的25年中 他一直在罗马教廷中供职 对教廷事务非常熟悉 权力欲极强 一见到匍匐在他面前的亨利四世 两眼就闪烁着不可遏制的怒火 我已经以上帝的名义 割除你的教籍 剥夺了你的国王权利 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 亨利四世 请着泪水 诚惶惶惶惶地说 教皇陛下 我的主人 我已经认识了我的罪过 这次特地来向您忏悔 祈求您对我的宽恕和慈爱 啊 教皇 格列高里冷笑一声 从桌上随手拿起一张纸说 你不是置疏于我 说我现在不是教皇 而是假僧侣吗 你不是命令我滚下来 接受万古的咒骂吗 不不 我已经撤销了冒犯您的法令 并且写了服从您权利的保证书 这两个文件已经发出去了 亨利四世说着 从怀中拿出几张纸 双手递给教皇 其实啊 教皇早已经知道了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他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沉着脸继续说道 上帝是非常忍耐和宽容的 我们曾经期待 随着你年龄和知识的日益增长 你终于能遵奉上帝的诫命 我们也曾经用父亲般的慈爱警告过你 希望你今后不要滥用上帝给你的尊荣和权利 来阻碍教会的自由 可是你不仅不感谢上帝的恩典 反而固执己见 不肯返回到你所遗弃的上帝面前来 而且一再地分裂教会 为此 我不得不遵奉上帝的旨意 对你进行惩罚 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亨利四世听了教皇的严厉训斥 只是伏在地上痛哭 不敢再辩解 在教皇身边的红衣主教 以及随同亨利四世前来的大主教和贵族 这个时候纷纷带国王祈求教皇赦免罪过 最后教皇终于送下口气说 看来你的痛悔是真诚的 我已经说过 上帝是永远忍耐和宽恕的 为了他的慈爱 我将松开咒竹的锁链 让你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胸外 但是 我不能立即恢复你国王的权利 你必须在上帝面前立下誓言 并且由在场的人员做出保证 在场的红衣主教 大主教和贵族们都说 我们愿意在誓词上作证 教皇挥了一下手 亨利四世马上起立 谢过教皇的恩典 当场写了一份誓词 表示愿意遵照教皇的旨意 改正以前的过错 主教们随即在誓词上签名作证 教皇又招了一下手 把他的红衣主教叫到面前 马上起草一份文件 叙述亨利四世在这里忏悔的经过 并且附上他的誓词 这份文件要迅速发送给 德意志王国的所有功后 亨利四世在获得教皇赦免后 带了随从离开卡诺沙城堡 后来卡诺沙之行 便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一世 但是啊 国王跟教皇之间的斗争 其实远远没有结束 亨利四世在卡诺沙的屈辱 并没有给他带来权力和安宁 当他回到德意志的时候 反对他的功后们宣布 他已经被废除 并且选出了一个新的国王来代替他 新国王立即派专士去夜见教皇 表示要在各方面服从他的指导 甚至宴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那里作为人质 亨利四世面对这种情况 一方面调动忠于他的军队 讨伐新国王 一方面请求教皇协助他反对新国王 后来 教皇借口亨利四世不听从他的命令 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因而于1080年3月第二次下令 对亨利四世隔职隔脚 这一回亨利四世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军事力量 不再向教皇屈膝投降 他于同年6月 苏使支持他的宋教会议相应封国决议 第二次废除了教皇 10月中旬 又在一次战役中彻底击败了新的国王 从此 亨利四世全世大增 教皇反而失事 处境困倦 不久 亨利四世率军进攻意大利 以暴曾屈辱于罗马教皇之仇 虽然教皇得到意大利南部酋长的援救 但亨利四世兵多势众 终于在1084年3月攻陷了罗马 随即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教皇仓皇难逃 于1085年死于意大利南部 1106年 亨利四世也去世了 但是这场权力之争还是没有结束 直到1122年 双方的继承者才在德意志西部到沃尔姆斯城 定立了一个宗教协定 双方同意 德意志境内的主教不再由皇帝直接任命 而由教室选举产生 但这种选举要在皇帝或他的代表出席的前面 情况下进行 主教在领地上的政治权利由皇帝授予 宗教权利由教皇授予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至此 罗马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 长达40多年的主教授职权的争执 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众所周知 耶路撒冷是文明世界的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诞生地 因此也是最著名的宗教圣地 所罗门王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 所有犹太人都把耶路撒冷看作是流震满和密的地方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也是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此地自然成了基督教徒心目中的朝拜圣地 而伊斯兰教徒也把这里作为心灵中的圣徒 于是 这片充满了各种神秘色彩的地方 便成了各个教派你争我夺的宝地 为了夺取这片肥沃的土地 古罗马人和古巴比伦人 都曾经在耶路撒冷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到了十一世纪西欧渐渐强盛 城市不断扩大 商业和贸易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封建贵族对各种商品 包括东方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仅靠那点本土的剥削已经不能满足了 此外当时的西欧都是实行长子继承制 也就是说由长子来继承封建领地 其余的儿子只能作为骑士 而他们的日常开销 一般都是靠扶兵役和掠夺过往的商旅 获得的 因而封建主们都渴望向外扩张掠夺财富 富饶的地中海各国 便成为人们掠夺的首选目标 因此那些大封建主便和罗马教廷联手 打着拯救圣地的旗号 号召人们东征 去夺回伊斯兰教掌控下的耶路撒冷 因为在每个东征战时的衣服上都缝上了十字 所以这支军队就被称为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一场宗教之间的争夺 而实际上却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引发的战争 在当时的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一般都是基督教徒 如果教皇利用他们发动战争便可从中余力 不仅可以争夺封建霸权 还可以凌驾于西欧各国君主之上 甚至还有希望重新建立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顺便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伊斯兰教区域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支柱就是骑士和城市商人 威尼斯 比萨和热纳亚的商人 都想从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手中 争夺地中海东部的贸易市场和港口 受到封建主繁重剥削的农民 也是梦想着通过东征可以摆脱封建枷锁的桎梏 过上几天舒坦日子 而在东方 那里的情形也不容乐观 当时的塞尔柱王国与东罗马帝国的连年战争 开始由胜转衰 想要阻止西方入侵者也是很困难的 公元1095年11月 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 在法国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几个重要西欧国家的各个阶层 达到数千人 教皇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怂恿那些封建主和骑士 还有农民们都到东方去清除异教徒 拯救圣地耶路撒冷 教皇的号召不禁而走 很快传遍了西欧各地 第二年春天 由法国北部 中部和德国西部 穷苦农民组成的十字军 首先分别从本乡出发了 他们一衫蓝绿拿着棍棒 镰刀 斧头和铁扒代替刀枪 有的步行有的乘双轮牛车 带着妻子儿女和几件家具 幻想着到富饶的圣地去安家乐业 他们没有粮食 连途抢劫 不断受到匈牙利人 保加利亚人的攻击 在到达指定的集合地点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的时候 已经有三万人丧生了 由骑士组成的十字军 于第二年秋天 分别从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西部出征了 率领他们的是封建领主 很多领主带着自己一切洞产和家属 一路上有仆役伺候 各路骑士的总数大约有四万人 他们的武器比较好 组织也比较严密 不过骑士的装备是非常笨重的 每人一把剑和一只长矛 一个能把头都套进去 以保护脑壳和鼻子的盔 一副由铁网制成 把从头颈到脚踝都盖住的铠甲 以及一个长肩形的盾 这些装备行军是由他的仆人背负 作战时才穿戴起来 每个骑士需要两匹马 一匹马骑着走路 一匹打仗的时候用 他的仆人也需要一匹坐骑 有时还要准备托付食物 帐篷等的马匹 因此啊 随从出征的人员很多 公元1097年的春天 所有的十字军队伍都在军事坦丁堡回合了 接着就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 以拯救圣地被名义的侵略战争 当时呢 十字军东侵的地区属于突厥 也就是土耳其人的势力 这年五月 十字军渡过黑海海峡 进入小亚西亚半岛 六月攻占了尼西亚城 七月在多里列会战中 又大败了突厥人 不过呀 十字军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多山的小亚西亚夏日酷肉 突厥人兼臂清野 十字军缺水缺量 又时常遭到伏击 然而被黄金白银 迷住了心窍的领主 骑士 不顾一切的向耶路撒冷进军了 1099年的六月上旬 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 将耶路撒冷城团团围住 围城的军队有四万人 而守军只有一千人 十字军的统领们决定建造木梯 靠它来攀登城墙 木梯建城后的第二天清晨 随着一阵喇叭声 十字军队伍从四面八方 打上梯子 向城墙上冲去 可是由于木梯不够 伤亡又很大 直到傍晚还未能攻进城内 于是统领们又决定建造工程机 用巨大的木锤来撞破城墙 工程机很快就造好了 十字军利用昏黑的夜色 把它拆散开来 遮上寿皮 慢慢搬运到城墙一个突出的部位 在那里迅速拼城 随后一鼓作气的跃了上去 猛力摆动木锤 撞击城墙 这个行动很快被守军发现了 他们立刻在城头升起火来 把一勺勺烧开的油纸 和一个个燃烧着的火炬 投向工程机和敌军 十字军又一次失利 7月15号 天刚蒙蒙亮 十字军改变战术 集中工程机向一个地方猛攻 同时向城里投掷燃烧着的木头 有一座塔楼起火了 越烧越旺 浓烟和火焰也越来越扩大 守军无法坚持 十字军乘机攻进城内 一面面绣着十字的旗帜 在城头上升起 耶路撒冷落入了十字军之手 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之后 开始杀戮异教徒 不管是老人 父女还是孩子 他们冲进一座最大的清真寺 屠杀了隐匿在寺中的所有人 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高大的寺顶上 十字军将珍宝洗劫一空后 又将寺院放火焚烧 将近一万人被杀死在这座寺庙里 全城被屠杀的有七万人 在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以后 十字军的骑士和士兵们 又分散到市民的住宅去 占夺其中的一切东西 并且很快达成了一种默契 那就是 谁首先进入一个住宅 谁就可以占得和占有那个住宅 及其中的一切东西 独守别人的侵犯 由罗马教皇煽动起来的 对东方赤裸裸的侵略 前后共八次 延续的时间长达两百年之久 以侵占耶路撒冷告中的这一次 是第一次 所以历史上又称它为 第一次十字军东西 公文天下漫画世界史 公元1201年 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西结束的时间 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了 在这期间 十字军又进行过两次东西 一次以失败告终 一次也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成果 但是圣城耶路撒冷 在1187年 被以埃及为中心的萨拉丁王国收复 十字军在东方 只保持巴勒斯坦沿海一带狭长的土地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一年二月 亚德里亚海岸的 威尼斯 公爵大人 遵照您的吩咐 法国的使臣已经来到这里 现在正在等候您的召见 一个侍从官 公顺地向威尼斯总督邓多罗 并报述 那就在大厅照见吧 公爵说完 从扶手椅上站起来 在高大的穿衣镜前 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胡须 然后向大厅走去 这位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 虽然已是90岁的高龄 可是依然精神绝朔 步履轻快 法国的使臣一共有六个人 见公爵步入大厅 立即肃立致敬 为首的那个 走到公爵面前 神神地鞠了一躬 高声说道 尊敬的元首 我们是法国高贵的男爵们 派来拜见您的 他们遵照教皇 莫诺森三世陛下的教育 接受了十字的标志 准备进行新的神圣战争 夺回耶路撒冷 以报埃及人 侮辱耶稣基督之仇 但是他们知道 如果没有像您和您属下 这样有力量的人 帮助他们 圣诚就很难重新得到拯救 所以派我们来请求您 为了上帝赐予他们 最宝贵的援助 公爵微微点了点头 问道 那么是什么援助啊 请元首提供 进攻埃及所必须的 运输和作战的船只 使臣回答说 至于报酬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 一切为遵命是听 公爵摸了摸胡须 严肃地说 当然 你们所要求的是 一件神圣的事情 是完成一项崇高的事业 我将在八天后 答复你 到了公爵指定的那天 使臣们又进入了大厅内 公爵对他们说 诸位啊 现在我向你们说明 我们的决定 根据你们的请求 我们决定新造载运 四千五百匹马 和九千名骑士侍从的船 另外 用大船载运四千五百名骑士 和两万名步兵 并且同意供应 这一切人马九个月的粮草 这些开支总数为 八万五千银马克 你们可以分四七 在明年夏天赴清 此外 我们还要增加五十只兵船 运送威尼斯的士兵 随同你们一同出征 但条件是 我们在路上或海上 夺得的土地和金钱 一半归你们 一半归我们 这个条件你们看怎么样了 使臣们退出后 经过彻夜商谈 决定接受这些条件 他们草迁协定后 在城内借到五千银马克 交给公爵 以便开始建造船只 三个月后 这个协定得到了教皇的批准 现在 就差双方实施协定这一步了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的军主们 马上征集十字军 准备在威尼斯会合后 渡海征服埃及 但是 邓多罗公爵 其实根本不想真心援助 十字军进攻埃及 因为 威尼斯是个海上贸易国家 它与地中海南岸的埃及 生意做得非常顺当 征服埃及 并不符合它的利益 倒是东罗马帝国 最近三十年来 一直对威尼斯不友好 威尼斯商人 在那里的特权全都被取消了 东罗马当局甚至逮捕他们 没收他们的财产 停止贸易 已经有十五年了 因此 利用十字军去征服东罗马帝国 倒是他的心愿 邓多罗公爵 还知道 这次教皇号召十字军第四次东征 要东罗马皇帝也征集士兵 参加神圣战争 并且将他们信奉的东正教 从属于罗马教皇 但遭到了东罗马皇帝的拒绝 因此 教皇对此耿耿欲怀 这里插一句 什么是东正教 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派 1054年起 与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分裂对峙 东罗马教会 以正宗自居 称为正教 不过公爵知道 东罗马毕竟是基督教国家 要十字军改贤易折去攻打他 到底是违背教皇教育的 因此他还要看一看 等待一下时机 公元1202年的春天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的十字军 先后开敌威尼斯集中 邓多罗公爵 有意让队伍驻扎在 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岛上 不按时供应粮食 由于瘟疫流行 大批的十字军士兵接连死去 接着 协定规定付清 威尼斯款项的日期到了 而十字军却无理较轻 公爵则借口欠款没有交亲 下令停止向岛上运送粮食 于是十字军的首领们 纷纷责问邓多罗公爵 而公爵则慢悠悠地回复说 诸位没有理由这样激动 正如你们知道的 你们应付的八万五千银马克 至今只付了五万一千 既然你们未能履行协定 怎么能要我来付完全的责任呢 统领们自知理亏 无法说服公爵 但又怕耽误圣战 因此软下来 请求公爵宽容时日 让他们了清欠款 并且立即恢复 岛上的粮食供应 公爵本也无意 让十字军士兵全部死掉 这样会使他们 无法借助十字军的力量 进攻东罗马帝国 于是他顺水推舟提出建议 要统领们帮助他 先征服萨拉 征服萨拉 一个统领画着十字高声喊道 我的上帝 这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城市了 让基督教徒去征服基督教的城市 这不是违反上帝的意愿吗 另一个统领摇着头说 不 不行 萨拉属于匈牙利王管辖 元首想必您知道 匈牙利人也领取了十字标志 这样做教皇是绝不会准许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 公爵不动声色地说 问题在于 萨拉人是一伙海盗 他们严重影响我们的海上贸易 必须接受上帝的惩罚 在邓多罗公爵的坚持下 十字军的统领们不得不接受建议 夺取了萨拉城 教皇知道后大为震怒 下令将威尼斯逐出教会 但又准许十字军 继续利用威尼斯的船只 进攻埃及 夺取萨拉 只是邓多罗公爵 促使十字军远征改变方向的第一招 而他的真正目的 是要他们改弦一辙 进攻东罗马帝国 不久 这个机会终于被他等到 这一天 德王和被废除的东罗马皇帝之子的使臣 来到威尼斯 要求求见邓多罗公爵和十字军的统领们 诸位阁下 施臣说 因为你们是为了上帝 真理和正义而从事远征的 所以你们应尽力替那些遭受非法抢劫的人 恢复他们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们能为此而做出努力 恢复皇太子和他父亲的合法地位 你们将获得最优惠的条件 原来 现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以撒第三 是靠发动宫廷政变 搞掉他哥哥以撒第二而上台的 他把以撒第二父子关在牢里 不久前 以撒第二的儿子阿列克赛逃出监狱 投到了他的姐夫德王那 他们商量下来 觉得只有请求威尼斯的帮助 才能把以撒第三赶下台去 因此 派了使臣来到威尼斯 他们这一来 郑重邓多罗公爵的吓坏 他问道 那么什么条件 皇太子愿意提供 二十万尹马克和全体军人的粮食 如果你们同意订立协定 我们是有权权的 公爵得意洋洋的 看了看十字军的统领们 大家觉得 这个条件的确非常诱人 但是要出兵东罗马 毕竟还有顾虑 一个统领问道 问题是教皇陛下 使臣接过他的话头说 皇太子已经到罗马 夜见过教皇陛下 他亲口向教皇陛下保证 如果能恢复 他和皇帝陛下的合法地位 东正教将从属于 罗马的天主教 同时 立即征集一万名士兵 参加十字军动争 一切费用由帝国自己负担 这些都已经蒙教皇陛下同意了 经过一番争论 在邓多罗公爵的竭力怂恿下 十字军统领们终于同意 向东罗马帝国进军 入于防务的东罗马帝国 无法抵御十字军的猛烈进攻 以萨第三席卷皇室珍宝 逃离了首都军事坦定宝 以萨第二重登地位 皇太子被拥为共同执政 号称以萨第四 但他无力履行协定 交清二十万的尹马克 十字军统领从他身上 炸不出油水 就放纵骑士士兵 抢劫最富有的教堂 然后放火焚烧 一时浓烟滚滚 火势蔓延 烧毁了半个城市 不久首都爆发了起义 以萨要求住在城外的十字军 进城镇压 从而使起义者更为愤怒 贵族们趁机废除了以萨第四 把他绞死在狱中 十字军借口城里贵族犯了谋杀君主的弥天大罪 于1204年4月9号猛攻军事坦定堡 三天后攻进城内 配着十字章的基督教徒狂热地杀人抢劫 把罗马迁进教堂搬运财物 神父们脱下法衣 到处寻找神圣遗物 比如说大理石 木材 骨头制成的雕刻品 大都被破坏 金银制的艺术品被融住成金块和银块 以便在分赃时计算价值 幸存下来的 则被威尼斯商人运到欧洲去装饰宫殿寺院 立在赛马场中的青铜式金寺 被运到了威尼斯 这四匹青铜骏马 至今还装饰在圣马克大教堂正门的上口 至此 邓多罗公爵算是趁心满意了 由于他促使十字军敢闲一折 攻下了东罗马帝国 使威尼斯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被命名为三个第八罗马帝国的君主 分赃的结果 威尼斯取得了四分之三的战利品 和八分之三的领土 教皇也不再对威尼斯 实行逐出教会的惩罚了 不久就批准了关于总主教的任命 东罗马帝国沦陷后 十字军便在巴尔干半岛建立了拉丁帝国 但是当地不堪忍受压迫的人们 很快纷纷起来反抗 1261年 没有建立多久的拉丁帝国 就宣告灭亡了 东罗马帝国 借机复国 风天下 漫画世界史 那是一个阴霾的下午 在巴黎圣日内修道院的门前 站着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大约十一二岁 长得面目清秀 他身穿一件白色香红边的宽秀罩袍 胸前绣着一个十字 景象上挂着耶稣 寿难想 只见他虔诚地端详了一下 修道院肩顶上的十字架 跪了下来 嘴里轻轻地祷告 这个时候 修道院里走出一个神父 见孩子跪在门前 便走到他面前 轻轻抚摸了一下孩子的头说 好孩子 一个虔诚的小基督徒 愿主降服于你 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没有说话 继续再轻轻祷告 神父见他不回答 便又问了一遍 我是上帝的使者 孩子突然说道 他说的每个字都拖得很长 可是口齿非常清楚 上帝的使者 神父惊奇地说 哦不 上帝的使者 是服侍上帝 传达神旨的 可你 我是上帝的使者 孩子站起来 神情非常严肃 用的是成人的口吻 上帝在我睡梦中显胜 亲自委派我为他的使者 并且任命我为 解放圣地战争的 儿童十字军总指挥 我正在感谢主的恩典 神父听了 不由双膝跪下 捧起孩子胸前的十字架 不断地吻着 主啊 全能的上帝啊 请宽恕我 对您的不敬和冒犯吧 过路的人见神父 跪在孩子面前忏悔 纷纷围了上来 弄清原委后 有的将信将疑 有的画着十字 有的跟着神父跪了下来 神父见四周的人越来越多 便请求孩子到修道院去 可是孩子并不搭理他 转过身子 静子走了 接连几天 那个孩子在巴黎各个教堂 修道院祷告 并且向人们诉说 上帝显胜的情景 号召和他同年龄的儿童 参加十字军 随他去解放主的灵墓 接着他又周游农村 向人们重复他说过的那一套话 并且荒诞地宣称 蒸发圣地的路途是遥远的 但是由于上帝的命令 海水将会在他们面前分开 出征的儿童 可以像族旅平地那样 在大海上行走 因此 到达圣地是很方便的 这个孩子 名叫埃提亚 是个木童 显然啊 他的心理是不正常的 然而他的出现 却反映了一种 极为荒谬的思想 那就是 只有纯洁无辜的儿童 才能奇迹般地完成 罪恶深重的成年人 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拯救圣地的战争 给人们 特别是穷人们带来的 不是幸福 而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他们幻想无罪的儿童 能给自己带来福音 而这种天真的想法 在当时的农村 特别流行 现在 埃提亚也不再是 独自一个人 在讲上帝显圣的故事了 许多地方都出现了 与他年龄相仿的儿童 学他的模样讲道 迷信的大人们 争着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上帝的使者那里去 这些受了煽动的儿童 大都在12岁以下 他们成群结队地捧着圣像 旗帜和十字架 唱着祈祷诗 前往埃提亚那里去 而埃提亚 也成为名副骑士的 儿童十字军总指挥 他坐着 最有瞻探的马车 有骑兵的卫兵 簇拥着 人们见到他 都脱帽行李 加入他队伍的 还有不少成年人 其中有农民 也有城市平民 还有狂热的修士 盗贼 和其他不法之徒 到了公元 1212年6月 来投奔 这位上帝的使者的儿童 已经有三万名之多 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京都尔 里昂来到了 濒临地中海的大城市 马赛 准备在这里 出海征战 成千上万的人 来到海边 想亲眼看一看 基督为儿童十字军 开道的奇迹 但是奇迹 并没有出现 海水像平常一样 拍打着地岸 溅起一阵阵浪花 根本没有分开 几个受骗的孩子 一跳进海里 立即就被汹涌的波涛 所吞没了 这个时候 一个利欲熏心的船主 跳上码头 向人们喊道 上帝还没有 把他万能的法力 赐给儿童十字军们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为了执行 可敬可畏的上帝的旨意 我将提供船只 帮助他们渡过海去 征服埃及 那些异教徒 夺回圣地 一部分儿童 吓得不敢出海 但大部分 还是分别登上了 那个船主提供的船只 船只 史里马赛不久 便遇上了风暴 两只船 在萨丁岛附近沉没 船上的儿童 全部葬身于赋 其他五只 到他埃及后 船主把儿童们 全都给卖做奴隶 贪婪的船主 后来被嚼死 但他一时间内 却发了横惨 因而被某些 德国人所陷入 结果在那里 也发生了 类似的事件 德国有一个骑士 他缩使自己 十岁的儿子 来欺骗 发着宗教热的 下层人民 骑士带着儿子 在下莱茵河一带 东奔西走 让儿子 说着同埃提亚 差不多的话 以此来招摇撞骗 这种传道方式 一时蒙蔽了许多人 有两万名男女儿童 参加了他们组织的 儿童十字军队伍 队伍从科隆出发 沿莱茵河前进 越过阿尔贝斯山 历尽千显万组 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死在了路上 剩下来的 于1212年8月 到达意大利北部的 若拿亚 到了罗马之后 一部分逃了回去 一部分继续前进 抵达布林蒂西的时候 由于当局进行干涉 才没有被奴隶贩子 装运出口 这些骇人听闻的事 很快传到了罗马教皇那里 但是他对这种卑鄙的勾当 丝毫也没有加以谴责 竟然还准许那些 受骗的儿童成年后 实践实约 正式参加十字军 但是幸存下来的儿童 绝大多数也在归途中 死于饥饿和疾病 在教皇看来 几万儿童的死亡并不足心 相反 可以借此来激发成年人 参加十字军的热情 不久 他果然再一次下令组织 新的十字军动争了 凤文天下漫画世界史 公元1215年 教皇英诺森三世 在罗马召开了宗教大会 准备组织第五次十字军远征 把圣地从埃及人手里夺回来 英诺森三世出身于豪门 当选为教皇时 年仅37岁 1998年他上台那年 就发出通语 斥令欧洲各国 进行新的神圣战争 只是由于威尼斯 促使十字军改弦一辙 去攻打东罗马帝国 因此没有取得成果 后来他玩弄权术 声称 教皇是太阳 国王是月亮 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 得到光辉一样 皇帝要从教皇那里 得到政权 从而迫使英国 瑞典 丹麦等国的国王 向他俯首称臣 成为了西欧各国的 太上皇 教皇为了显示 他远征的决心 把欧洲许多国家的 险要人物 都召集到了罗马 参加会议的 有1500人 其中有大主教 主教400余人 还有国王 公爵 伯爵等 最有权势的人物 会议的规模 是空前的 比120年前 为组织第一次 十字军东征 而召开的宗教会议 规模还要大 12月14号 愁愁满志的 英诺森三世 向遇会者 宣读了他的赤礼 我的孩子们 根据广大基督教徒 从邪恶之徒手中 解放圣地的热烈愿望 以及本次神圣会议的决定 我特命令 一切 已做好渡海准备的 十字军人 应该在后年6月 罗马鼓励 硕日 汇集于西西里王国 如蒙上帝许可 届时我将亲临该地 给基督之君 以训事和祝福 打听里寂静无声 教皇向大家扫了一眼 加重语调 继续说道 凡是将武器 铁或造船的木材 运交给异教徒的 立即开除教籍 凡是将战船等 出售给异教徒 或给他们以协助 以致危害圣战的 都将没收他的财产 并把它交给 俘获他的人 作为奴隶 我命令 一切滨海城市的教堂 应该在每个星期日 和其他宗教节日 将此项规定 宣读一次 同时我还要命令 在今后四年内 禁止一切基督教徒 本人或派遣 别人驾驶船只 到异教徒占领的东方去 以便为圣战 提供更多的运输工具 为者也将逐出教会 尽管教皇竭力号召 进行帝五次圣战 但响应他的 比以前几次 显著的减少了 只有德国南部的 几个公爵和陪陈 奥地利 匈牙利 以及荷兰等国的公爵们 给他集合了队伍 第二年 英诺森三世病死了 再也不能到西西里岛 去给十字军训事和祝福了 不过 远征的准备工作 仍然紧张地进行着 公元1217年的夏天 十字军开始了第五次东京 直到第二年初 才决定先进攻埃及的达米埃塔 达米埃塔是个要塞城市 位于非洲东北部 尼罗河三角洲的一条支流上 是从地中海 深入埃及的咽喉之地 它有三道城墙围绕 还有屹立在尼罗河中 小岛上坚固的碉堡 这些碉堡都有桥梁与城市相连接 并且分布出无数条粗大的铁锁 用来阻止敌人从水路进入达米埃塔 起初十字军将船舶改装成为水面工程机 在船上设置了高大的云梯 占领了许多碉堡 但是夏天很快来到 尼罗河开始涨水了 十字军内瘟疫蔓延 无力将要塞攻下 双方坚持了几个月 不愤胜负 十字军战士们感到失望 围困达米埃塔的第二年春天 奥地利公爵等不顾一切的 率军回到欧洲去了 但是其他十字军人 仍旧不肯撤壁 这一天 埃及的苏丹派使者来见十字军首领 教皇的使者 统率十字军的红衣主教 比拉吉亲自会见了他 主教阁下 我奉尊贵的苏丹之命 先来同贵君商谈 有关达米埃塔的和平问题 达米埃塔指日就在 圣君的首长之中 主教趾高启扬地道 难道你们还想来祈求和平吗 不 格下 为了减少生灵的牺牲 商谈和平是必要的 贵教的教义不也是训使人们 要仁慈对待生灵吗 主教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上帝更主张对异教徒要严厉惩罚 但是 贵君围困达米埃塔已有一年之久 战时仍无进展 主教撇开使者的话题 不屑地问 你们准备以什么代价来换取和平呢 如果贵君全部撤离埃及 尊贵的苏丹将把耶路撒冷王国 富贵你们统治 同时交还先王在三十年前获得的贵教特别 珍贵的神圣遗物 此外还将赴给贵君一笔 可贵的金钱 主教听了心里不禁为之一动 使者提出的条件确实是相当优惠的 但是贪婪占据了他整个的灵魂 他想得到的绝不止那些 尊贵的神圣遗物和那笔可贵的金钱 甚至连圣承让给他们也还行不够 因为他以为 这些都是他凭武力可以夺取到的 他想要更多的东西 上帝需要的是整个东方 主教狂妄地说 要是苏丹愿意把整个埃及奉献给上帝 并且皈依基督教 我们将赐给他和平 这样谈判当然破裂了 1219年11月初 十字军终于攻下了达米埃塔 夺获了价值几十万银马克的战利品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十字军首领 在那里等到了从欧洲开来的援军 于1221年6月向埃及首都开罗进军 埃及苏丹再一次派使者 向十字军首领重提前移 但又一次遭到拒绝 6月中旬 十字军向通往开罗的军事要地 曼苏拉猛烈进攻 他们选择的进攻日期 正是尼罗河即将涨水的季节 7月初 尼罗河上游地区暴雨和山洪迸发 由南向北倾泻而下 曼苏拉一带的古地 顿时变成一片泽国 十字军的军营全都被大水淹没了 熟悉当地情况的埃及军队 迅速地切断了十字军的退路 当十字军向东北逃回达米埃塔基地的时候 遭到埃及人的两面夹击 死伤大半 这一回 比拉吉主教主动地提出求和 但是 现在轮到十字军接受埃及人提出的条件了 十字军不得不从征服不久的达米埃塔撤出 并在1221年9月全部退出埃及 英诺森三世发动的第五次十字军东侵 就这样失败了 在这之后 从1228年起 还发生过三次十字军东侵 但都遭到了失败 以后 英诺森三世的继承者们 号召基督教君主进行新的十字军远征 可是 再也组织不起 队伍来了 1291年 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一个据点 地中海东岸的阿克 至此 历时近200年 前后多达八次的十字军东侵 已彻底失败而告终了 风天下漫画世界史 在今天来说 银行可以说几乎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 那么你知道 银行是什么时候诞生 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吗 要了解这一点 就要了解一下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 因为 它们两者之间 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 现在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中世纪的西欧城市 是个什么样子 中世纪初期 西欧的城市 并不像现在的西方城市那样 那时候 每座城市都建筑有厚实的城墙 城墙上有舵口 泡眼 和瞭望它 外面往往有河道环绕 只有经过吊桥 才能进入城内 城门整天有卫兵把守 每天清晨 号角声响 城门洞开 入夜 城门紧闭 任何人都不能进出 城市的外貌 就像一座堡垒 这一切 都是为了防御 敌人进攻 城市通常是不大的 一般不过四五千居民 有两万居民的城市 已经算是很大的 这跟当时 已经拥有百万人口的 中国唐朝都城 长安相比 那真是天壤之别 城市里人口虽然不多 却住得非常拥挤 狭窄而又弯曲的街道两旁 楼房一撞接着一撞 有的高达四五层 这些楼房往往上下 互相交错 上层楼突出在下层楼之上 街道两旁相对的房顶 几乎相碰 以至晒不到雅光 显得非常阴暗 屋顶大都是木造的 顶上盖着厚厚的卖阶 由于用火石打火 很费时间 所以在熄火中打过以后 居民就把火种 整夜埋在灰烬里 晚上都点松脂 火把照亮 因此时常失火 而且一旦发生火灾 往往会把整个住宅区 都给分回 街道的路面是泥土的 比较热闹的地段 才会铺上个卵石 赶车的 骑马的 步行的 就在这高低不平的路上 东躲西闪 擦肩而过 路上到处是肮脏的垃圾 和飞扬的灰尘 一下雨 就是一个个污秽的泥潭 所以时常发生传染病 人口的死亡率很高 平均寿命很多 城里唯一宽阔的地方 就是市场 这是一块较大的空地 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 市场周围是市议会 店铺 回廊 和各种摊子 全城市民大会 审判案件 以及处决犯人 都在这里举行 加上一年 大约有100个星期日和节日 人们有许多机会 在一起高谈扩论 打听消息 因此 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 居住在城市里的 主要是手工业者 许多城市的街道 就以他们的行业命名 比如 智阁匠街 铜匠街 首饰街 等等 实际上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 正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 在公元五世纪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 相当长的时期内 西欧几乎没有城市 奴隶之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 早已遭到破坏 有的成为设访的据点 有的是封建国王 或者主教的筑地 有的变成了废墟 后来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手工业者 时常上市集 出售自己的制品 他们总是到那些水路交通 比较方便 人群聚居 较多的地方感激 流动的商人 也带着外地产品 到集市上来售卖 日子久了 手工业者 就来这里开设作坊 商人们也逐渐定居下来 开设商店 于是 这些集市 便渐渐发展成为城市 在西欧 这种以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 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 才兴起的 正在兴起的城市 吸引着大批农奴 和处于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 他们不堪领主的剥削压迫 从农村逃往到城市顶居 从而使城市日益发展 好在各封建领主之间 往往互不相属 农奴一旦逃离领地 便不受原属领主的追捕 不过城市里的手工业者 仍然是城市领地所属的 领主的农奴 他们还得向领主交纳赋税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 就结成联盟行会 上面说的制格 同项首饰等行会 差不多每个城市 都有数十个之多 有的大城市 更是能够达到数百个 比如说巴黎 在13世纪末 就有300多个行会 每个手工业者 必须隶属于一个行会 否则他就无权 在城市里从事生产 每个行会 都会选举自己的首领 设立自己的会所 行会规定 所属成员不得制造 粗劣的产品 不得囤积大量原料 不得雇佣超过 规定的帮工和学徒 甚至禁止在窗前 陈列险要夺目的商品 或者招揽 站在其他店铺门前的主顾 以避免故乡竞争 行会同时又是军事组织 他们还担负着防守城市的任务 后来呢 经过与领主 甚至国王的上百年的斗争 大多数城市获得了独立 又自治权 即使是一个农奴 只要他在城市里住上一年 零一天 就能取得自由 他们成立市议会 全局市长和法官 铸造货币 并且组织统一的军队 随着城市的扩大 商业活动也日趋繁荣 各国和各个城市的商人 都互相往来感激 他们随身带来了 许多货物和钱币 可是啊 因为每个领主和城市 都可以自己铸造钱币 钱币的名称 城色和重量各不相同 所以一切银钱交易 都需要严格审查 它的兑换价值 况且 长途搬运大宗的银币和铜币 并不方便 也很危险 需要武装亚运 所以 商人们在自己的城市里 将钱币交给兑换人 取得兑换人的凭据 再凭这张凭据 在另一个城市里 兑取当地的货币 这样啊 就出现了兑换商的行业 而这种凭据 就是所谓的汇票 有时候呢 商人也可以向兑换人借钱 由借钱人出具一张 有归还期限的票子 到期偿还借款和利息 那这样呢 兑换人就变成了银行家 银行也就这样 在城市里应运而生了 银行这个词啊 在意大利语中本来的意思 是指兑换人坐的板凳 后来他的词意扩大了 不过当时教会是严禁放债夺利的 有些商人为了逃避这种禁令 便向放债人借钱 而和他平分利润 这就是合资公司的起源 集聚在外国城市里的同一国籍的商人 又往往推荐一个人办理行政 担任裁判 并且代表他们跟这个城市的首领会商 这些办事人员称为领事 从此就出现了领事之地 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对农村自然经济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封建筑因为需要购买城市的手工业品 和从东方运来的奢侈品 比如说绸缎 宝石 药材 胡椒 肉桂等香料 迫切地需要货币 于是他们开始把劳逸和食物地租 改为货币地租 农民为了交纳货币地租 而经常复战 结果造成了他们之中两极分化 大多数农民的地位更加恶化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从十四世纪起 西欧各国不断地发生规模巨大的农民起立 城市里的平民 也开始广泛地开展 摆脱领主束缚的斗争 在中世纪的初期 西欧的文化教育是非常落后的 普通老百姓全都是文盲 歧视通常是不识字的 就是贵族大臣们也都非常无知 政府文告外交书信 都是用拉丁文写的 这种文字在当时 只有少数教士才能掌握 文化教育全都被教会所垄断 随着城市的发展 和工商业的日益繁荣 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学校 这些学校 就是后来中世纪大学的基础 在西欧古老的大学中 最著名而又典型的 要属法国的巴黎大学了 1200年 法兰西国王菲利二世颁发诏书 批准了这个大学制定的法规 于是巴黎大学正式诞生了 巴黎大学很快成为欧洲各地 前来求学学生的集中地 据说有个时期 巴黎大学的学生达到5万人之多 大学吸引着这么多青年 是因为他们结业后 总是被归入神职人员一类 可以享受许多的特权 比如说不受国家约束 不纳税 只在教会法庭上受审等等 巴黎大学和西方其他大学一样 一律使用拉丁语进行教学 所以它能够接纳欧洲各国 通晓拉丁语的学生 巴黎大学是学生和教师 联合组成的 此外 为它服务的人 比如说书饭 信差 药商 抄写人 甚至旅店老板等 都算是大学的成员 教师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才能 也就是能教某种学科的能力 分别结合成不同的团体 现代大学中的系 就是从拉丁语的才能 这个词转化而来的 而从中选出的首席或执事 就是后来所称的系主任 在当时巴黎大学全校 共设有四个学科 文艺 医学 法律 和神学 文艺学科属于普通科 学习七艺 也就是语法 辩证法 修辞 几何 算术 音乐 以及天文学 这里面呢 语法包括拉丁语和文学 辩证法 也就是逻辑学 修辞呢 包括三文 诗的习作和法律之学 几何 包括地理和自然历史 天文学呢 当中包括物理学和化学 文艺学科的人数最多了 修完后可以得到学士学位 其他三个学科是高级科 只有普通科毕业的学生 才能升入 修完后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取得了学位以后 才有在大学等教师的权利 不过能取得学位的人并不多 获得学士学位的不过三分之一 而获得硕士学位的 近占十六分之一 在学生们当中 也按照他们出生的地区 分成各个团体 称为学馆 每个学馆都有自己的宿舍 食堂 小教堂 以及社间和导师 这种学馆 后来发展成为学院 它的名称 一直延伸了现代 每天清晨 学生们在教堂 做完尼萨 就去教室上课了 学习的方式 主要是听讲 寄笔记 教材 大都是古代传下来的 一些名著 教师一边读 一边解释 绝不允许学生怀疑他 也极少实验 即使是医学教学 也几乎不采取 活体解剖的必要实用 因为中世纪时 是绝对禁止 做人体解剖的 某些解剖学的知识 还是从阿拉伯的医书上 引用来的 最使教师学生感兴趣的 是参加辩论会 要想获取学位的学生 都必须经过公开的答辩 在平时 巴黎大学也经常组织辩论会 这种辩论会 主要是本校的教师参加 有时还邀请 其他大学的教师来辩论 有一次 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 一位硕士 就来到巴黎大学 参加辩论会 他听取了200条反对的意见 竟然能够全部当场记住 并且立即依次加以反驳 在辩论中 气氛非常热烈 有时双方情绪十分激动 甚至互相扭打起来 基督教教会 十分憎恨 不受他管辖的巴黎大学 千方百计 运用宗教权力来控制他 并且迫害 那些违背基督教教义的教师 在巴黎大学 有位名叫阿摩利的教师 提出一种 泛神论的哲学观点 说神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 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 这位教师死后 他的学生更发展这种观点 断定上帝是随各种本质显现出来的 并不是基督教教会现在所宣传的那个上帝 并且主张 教会应当抛弃现有的教义和胜利 这一下可触动了教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教会借此采取了严酷的镇压措施 1210年 由教会法庭判决了阿摩利的十个学生火刑 甚至连阿摩利的尸体也从坟墓中掘出来焚毁 不久 巴黎大学教师西格尔因为继续教授这些著作 而被抓到教廷监狱中活活地被打死 到了13世纪中叶 巴黎大学已经完全被教会所操纵了 学校中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教师 不是遭到残酷的迫害 就是被教会下令驱逐出去 学校里的神学课程都交给了天主教的教师来讲解 他们所论证的命题 大都是从圣经中引用来的 并不是真正的知识 他们完全轻视经验 重奉教会权威 压制自由思想 这就是所谓经验哲学 除了巴黎大学以外 欧洲最古老的大学 还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 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西班牙的萨拉曼加大学等等 这些大学都是在12世纪到14世纪创立的 到15世纪末 欧洲已经有40多所大学了 凤文天下漫画世界史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罗哲尔·培根的故事 罗哲尔·培根是13世纪英国的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 他曾在牛津大学求学 后来就成为那里的教师 讲授哲学 在当时宗教迷信统治一切 只允许崇拜神的权威 不准发表任何新思想 同样 人们对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有关科学的原理和主张 也是奉若神明 深信不疑 但培根却认为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只有通过科学实验 才能弄清楚是否正确 他的这种想法 受到了其他教授们的嘲笑和职责 就连牛津大学的校长 也来警告他说 培根先生 记住我的忠告 权威是不容怀疑的 校长的忠告 也没能改变培根的想法 他对校长说 我也给您一个忠告吧 当年亚里士多德 缺乏必要的实验工具 来证实他提出的主张 因此不能证明 他的主张全是科学的 正确无误的 培根的坚持 引来了更多的嘲笑 大家都说 一个无名小卒 竟然敢怀疑 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 简直就是胡思乱想 但培根 仍然倔强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真正的知识 不是出自他人的权威 更不是来源于 对老朽教条的崇拜 他说 多数知识的秘密 是平凡 而最被人忽视的人们发现的 而不是享有 圣明的人物发现的 因为对于 有圣明的人来说 为名而忙碌的事情 太多了 最终 培根因为无法忍受 教授们对他的嘲笑 毅然辞去了教师的职务 这时 他还不到三十岁 不久 他加入了圣方济会 这是一个名叫 圣方济的教室 创办的宗教组织 培根以为 加入这个宗教组织以后 就可以排除干扰 一心一意地 从事科学实验了 从此以后 他便以 证明上帝的光荣为名 进行各种科学实验 他研究过眼镜 望远镜 和显微镜的结构 初次说明了 阳光在雨滴中 折射出来的 红的现象 看出了取得 磷 铁 和壁 等化学物质的方法 甚至还研究过 蒸汽动力 这一天 培根正在一间小屋内 摆弄着一片羊皮质 和一些消失 硬磺 他小心翼翼的 把消失和硬磺 混合 磨碎 又用羊皮纸 把它们包起来 这个时候 一阵冷风 从窗外吹来 培根不禁打了 一个寒颤 只听得撕的一声 手中的羊皮纸 撕裂了 说是迟 那是快 随着一道 闪电般的亮光 轰的一声 犹如霹雳雷鸣 培根手一麻 当场被打倒在地 紧接着 又被一团浓烟吞没 等到浓烟消散 培根双手发黄 衣襟上散发出一股胶味 帽子也飞到了屋角 火药 啊火药 上帝我发现了火药 培根破地站起来 压低着声音 兴奋地喊住 他一把抓过一支笔 在一张烧焦了半边的纸上 飞快地记录下他的实验 然后 赶忙把这张 写有火药配方的手稿 藏入一个无人知晓的暗洞 原来 他担心自己的这个发现 落到一些 无恶不作的人的手里 会给天下人 带来深重的灾难 在那个暗洞中 还藏着一张 有关独瓦斯实验的手稿 培根一次 又一次的科学实验 最终给他招来了大货 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 一群士兵突然冲进他的住所 不有分说 把正在做实验的培根 带上镣铐 压到了教廷 培根 你竟敢去发掘上帝的秘密 你知罪吗 你胆敢拿上帝创造的东西 来做罪恶的实验 真是罪该万死 你阴谋制造异端邪说 反对人们公认的法规 现在人葬俱祸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教廷上 一些仇视培根的教士 高声斥骂着 其中还有盛方计会的主持人 就在这一片斥骂声中 培根被投入了教廷的监狱 但是 常年累月的囚禁 并没有使培根屈服 他仍然想着实验 在他被监禁的末期 他得到允许可以见他的学生 于是 他利用这个机会 把他科学研究的成果 暗中传授给学生们 并向他们讲述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对他的学生们说 我们这些具有人的精神的科学家们 应当实验 实验 永远地实验下去 培根经常透过牢房的铁栏杆 仰望天上的群星 他默默地想着 也许有那么一天吧 世人会发现 有个名叫罗哲尔·培根的人的研究成果 那时 科学家们会磨出镜片来 使远星变成镜离 用真理的光芒来照亮人的眼睛 出乎意料 罗哲尔·培根的知识渊博 竟传到了罗马教皇的耳朵里 教皇请培根 尽可能秘密地写信 告诉他有关一些难以医治的疾病的医疗方法 于是 培根在狱中偷偷地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并且委托一名 忠实于他的学生 给教皇送去 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 旅行迟缓 教皇在这封信送达之前的一年便去世了 这封长信 就是一部当时最伟大的科学著作 可惜被埋没了四百五十年 直到1733年才发表出来 公元1292年的一天清晨 白发沧桑的罗哲尔·培根 终于亮枪地走出了监狱 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78岁的老人了 两年之后 他含冤离开了这个 被愚昧统治着的世界 罗哲尔·培根的一生充满了不幸 他在世的时候 一直受到教会的迫害 他的科学著作一直受到诅咒 直到他死后 他的名字才渐渐被人们回忆起来 人们看着他的一篇篇科学手稿都惊叹不已 到了15和16世纪 他的圣灵终于传遍全世界 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圣方纪院里 树有一块碑石上面刻着 罗哲尔·培根 伟大的哲学家 他通过实验方法 扩大了科学王国的领域 他滋滋不倦地工作了一生以后 于公元1294年 安息 罗哲尔·培根 这位公元13世纪 英国最伟大的学者 实验大师 其一生的成就 终于得到了最公正的评价 封闻天下 漫画世界史 公元13世纪的时候 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共和国 流行着一种风俗 每当春暖花开的季节 人们就会以形形色色的聚会 来表示喜庆 大家互相串门做客 五月的第一天 一个很有名望的市民 在家里宴请街坊邻居 有个破落贵族 带了他许多孩子 前来赴宴 其中的一个 就是后来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但丁阿里格里 当大人们 兴高采烈地在宴席上就坐的时候 九岁的但丁却跟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们闹着玩去了 主人的小女儿 毕亚特利斯 容貌清秀 姿态动人 他只有八岁 言行举止 却严肃断装 跟他的年龄很不相沉 但丁一见就非常喜欢他 同他一起做游戏 喜庆过后 又时常寻找机会去看望他 年复一年 但丁把美丽的毕亚特利斯 作为自己精神上爱慕的对象 可是他们始终未能结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 毕亚特利斯在二十四岁那年去世了 就使但丁痛不欲受 人也顿时消瘦下去 后来他决定写一部长诗 神曲来纪念他 然而 动荡的政治生活 和他个人坎坷不平的遭遇 使最后完稿的神曲 从一部爱情诗变成了一部政治诗 这可以说是他二十年放逐生活 所带来的结果 但丁从小勤奋好学 特别喜欢读书写诗 他很会安排时间 靠自学通晓了历史 并从许多教师那里 学习哲学和神学 但丁特别崇敬古罗马诗人 维吉尔 还模仿这位著名的诗人 用当地方言写诗 因此他在青年时代 就已经很有名望了 在当时 佛罗伦萨是个大手工业中心的城市国家 佛罗伦萨的银行 掌握着西欧工商业的命脉 因此西欧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 往往在那里集中地表现出来 在淡定的青年时代 城里市民分为黑白两党 黑党保守 成员大部分是城市贵族及倾向贵族的上层市民 他们拥护教皇 白党则代表市民的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城市完全自由独立 反对教皇干预政治 这两个党派的斗争非常激烈 淡定虽然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 但他拥护进步势力 参加了市民的医师工会 政治上属于白党 并在1300年 他35岁那年 当选为市政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 教皇抓住一个机会 阴谋夺取佛罗伦萨所属的一个州的权利 市政委员会坚决反对 而淡定是反对的最激烈的人之一 黑白两党为此展开了严重的斗争 教皇命令法兰西国王的弟弟 以调停为名 乘机带兵入侵 法兰西士兵进城后 立即扶植黑党组织政权 把白党领袖杀害放逐 当时淡定正在罗马与教皇协商条件 阻止外兵入侵 结果却被教皇扣押 随即遭到放逐 终身不准返回自己的国家 尽管遭到这样的不幸 淡定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 停止政治活动 他想组织白党流亡者打回佛罗伦萨 但遭到了失败 后来他到处漂泊 越过阿尔贝斯山到达了巴黎 在巴黎 他进行哲学和神学的研究 同时开始创作他那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神学 并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乡 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 1308年他43岁的时候 卢森堡公爵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 不久出兵进攻意大利的一个城市 淡定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 他希望能借助皇帝的力量重返佛罗伦萨 推翻黑党统治建立自己理想的政权 于是他再度翻越阿尔贝斯山南下 并写信劝说皇帝改变主意 去攻打佛罗伦萨 皇帝果然听从了淡定的意见 派兵进攻佛罗伦萨 但遭到了黑党军队的奋力抵抗 值得反尸罗马 不久这位皇帝去世了 淡定返回家园的希望 也就成为炮影 从此淡定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便在流浪中专实创作 完成他多年来 未能完成的剧著人去 他对现实生活中 人吃人的制度非常不满 因而便把这种不满情绪 和他的理想 渗透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那个时候 意大利北部著名古城 拉文娜的君主 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骑士 他非常尊敬有学问的人 并久目淡定的大名 他亲自带了礼物 前去拜访淡定 并且邀请淡定 到拉文娜去定居 但丁到了拉文娜后 这位君主非常敬重他 不仅送送给他许多生活必需品 而且鼓励他振奋精神 从事创作 就在拉文娜 但丁安度了他的晚年 并完成了常诗 神曲的创作 神曲直以为神的喜剧 所以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从悲哀的地狱开始 到光明的天堂结束 带有喜剧的某些特征 这部常诗 《卷制浩凡》共有一百首歌 长达一万四千行 由地狱 炼狱 天堂 三篇组成 诗歌写的是 诗人在35岁那年 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在最崇敬的古罗马诗人 维吉尔的戴一家 游历了地狱 炼狱和天堂 地狱就像一个大漏斗 共有九层 越往下越小 这里面都是生前有罪的人 罪孽越重 越在下层 所受的刑罚也就越重 比如说 在地狱的第八层 诗人看到了已死的教皇 尼古拉三世 以及当时还活在世上的 迫害过诗人的教皇 古尼法斯八世 这些凶手的身体 倒埋在地上的洞里 两条落在地面上的腿 剧烈地扭动着 挣扎着 诗人见到后 十分痛快地喊道 真是罪由应得 他们在世上 把善良的人踩在脚下 而把凶恶的人碰在头上 让他们永远受罪吧 诗人游完了地狱 又具有炼狱 炼狱浮在南半球的海上 四面是美丽的海滩 这里都是贪财 贪食 懒惰 嫉妒 等罪孽 绞轻的人 他们在这里 经过烈火的焚烧和修炼 就可以生入天堂了 当诗人要去游天堂的时候 天空中出现了诗人童年时代 爱恋过的 毕亚特里斯 在他的代言下 诗人来到了天堂 天堂也有九重 这里住着生前正直行善的人 他们享受着永恒的幸福 九重天外是上帝的天赋 那里庄严美丽 充满着光辉和欢乐 诗人觉得 在那里才真正见到了人类最理想的境界 这些便是神曲的主要内容了 但丁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 通过梦幻的描写 无情地批判了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 大胆地谴责了教皇 僧侣的专横和贪婪 表达了对人类智慧和理想的追求 这在当时来说 是难能可贵的 说明新的文化思潮正在萌芽 但丁从1300年起便开始创作神曲 直到他逝世前不久才最后完稿 前后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 1321年 也就是但丁56岁那年 他卧病不起 九月间与世长寿 拉文娜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最显赫的市民抬着他的官架 向一座修道院的墓地缓缓走去 全城百姓几乎都上街致爱 他的遗体被安放到一口石棺中 这口石棺一直保存到金铁 但丁是中世纪西欧早期文艺复兴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对他评价很高 说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 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